大家好我是白哥 我們這次要來討論美聯中區在交易大線前的表現 照觀禮一樣 我們要先對分區內的球隊進行分類 但我覺得美中這邊真的是有點難分 因為我原本以為會變成買家的球隊 結果在交易大線前反而是靜悄悄的 不過為了方便大家觀看 我還是稍微分出來 那我這邊將守護者白瓦雙層列在買家 那老虎和皇家就是賣家這樣 同樣這集也會給球隊評分 但評分標準僅供參考大家不用太在意 好啦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進入內容 就先從今年意外表現不錯的守護者開始講習吧 守護者這邊只做了一筆交易 他用捕手SandyLeon換到了這個Ian Hamilton 而且這筆交易還是同區內互換 換到的Hamilton今年主要都是帶在3A 那我認為這筆交易沒啥特點 主要就是守護者橫手信用 真的有按照技術跟Leon談好的一樣 在有球隊指迷要他過去的時候 就會讓Leon離開啦 但除了這筆交易之外 守護者就啥都沒幹了 許多網站和球迷希望他們補牆的補手 還有牛棚部分 他們動都沒動 不過我看有一些專欄有說 守護者有問過這個 Sean Murphy和這個 Vilson Contreras這兩位的報價 但最後還是沒有換到 或許對守護者來說呢 保留農場裡的潛力新秀是比較重要的 或者是他們評估現在晉級季後賽的話 就算補強現在的陣容也走的不遠 所以選擇放棄做交易 但幫他們想了這麼多的理由呢 我還是要給他們一個評分 我認為守護者呢 我只能給到D級 他們雖然在這個中區的領先位置 卻沒有做太多的操作 默默的看著同區的雙城在那邊大採購 那既然說到雙城啊 我們就直接接著講吧 雙城用交易呢 換進了三位投手和一個補手 不說雷奧我們剛剛有提過了嘛 是從守護者來的 雙城今年的補手輪替呢 主要是交給 Garry Sanchis 跟Ryan Jeffers 不過7月中的時候呢 因為Jeffers手指骨折 要修一個月到一個月半 所以雙城少了一個替補補手 才促成這次的交易 再來來講他的投手 Poje Lopez的進步呢 我想大家都看得見 因為他今年的薪水呢 只有150萬美金 控制權則是還到2024 這代表雙城還可以長期持有他 而且也不用太擔心他的薪資率會太高 如果他能維持現在的成績呢 這個就是便宜又好用 而且Lopez雖然說是這個終結者 但他也不是9局限定 他今年也有從8局上場 收尾比賽的經驗 也算是耐頭啦 另外一位補進的後援呢 是Michael Fulmer 那Fulmer呢 是個半季打工仔 雖然說他的控球沒有到橫頂尖 但他今年的被槌打率還蠻低的 而且也讓對手打出了蠻多的內野飛球 因此他的Barre%只有0.9 是生涯新低 最後他今年壓制右打的方面 還蠻有一套的 被打機率只有一成多而已 所以雖然他沒有Lopez來的這麼有影響力 但也是提升了雙城牛棚的實力啦 而最後來講呢 他們補到了先發投手 還有Marlie Marlie我們提到了很多次 他的表現呢再請大家去回顧一下他們之前的影片 我們這邊主要就講為什麼雙城會補進入Marlie 那我認為Marlie算是今年的這個第3號的先發投手 那雙城今年的先發投手輪值人選呢 是Sunny Gray,Joe Ryan,Chris Archer跟Delay Monty 那這幾位選手呢在進入7月之前 其實表現都還算是中規中矩啦 團隊防禦率呢大概是3.56 付IP則是3.9 不過進到7月之後 這幾位先發投手開始出現不穩的狀況 但越來防禦率突破到6 是全聯盟倒數的成績 所以他們補強先發投手這件事情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Marlie轉戰的第1場比賽呢 就挨了3發全雷打 被打得暈頭轉向 但最終雙城呢是在延長賽當中取勝 Marlie無關勝敗 最後我們要給這個雙城評價 我就雙城只有B啊 因為他們雖然很積極的補進了這個先發和後援投手 但Marlie就是個3號等級左右的先發投手 我並不認為他能夠替雙城在季後賽走得更遠 但雙城所做的交易補強裡面呢 是中區前段球隊裡面最多的 積極程度呢還是值得我們來肯定 最後要來講買家的最後一對 白襪 那白襪換了一個Jack Dickman 那Dickman你問我他鳥不鳥 我覺得他超鳥的 他在紅襪的BB9呢是7啊 雖然還擁有一定的三陣能力 但我真的不覺得這個交易會幫助白襪晉級季後賽 根本我期望白襪能夠補進先發投手或是牛棚 但最後他們竟然只補進了一個很普通的牛棚投手 那這邊我稍微提一下國外論壇的看法 給大家參考一下 國外論壇是說呢 白襪的交易都是按照總教練 Toni 拉露薩的想法去走 那拉露薩很愛交易牛棚投手 而且近幾年來都花了很多的心力在牛棚上面 那白襪今年的不作為呢 甚至連他們總經理就公開講過 他對於今年白襪的交易大線呢 感到失望 所以我認為不作為啊 有可能是白襪管理層之間出了一點問題 但對於白襪的球迷來說 白襪在這次的交易表現呢 我想會讓球迷難以接受 所以這邊呢 我也只能給白襪第一級了 那我這邊先總結一下 我知道白襪跟守護者呢 在這次交易大線的操作上面 不太算是買家啦 白襪還勉強算有換到戰力 但守護者那筆交易呢 真的就只算是小聯盟球員之間的互換而已 不過我內心是認為這兩支球隊呢 該要進行一些交易的 可惜最後沒有 接下來講講賣家吧 我們就先從大進補的皇家開始說起 皇家其實在七五月的時候啊 就先讓 Carlos Santana 送到這個水手 那我認為從那時候開始呢 他們應該就開始啟動他們的交易大線計劃了 那接著他們算是找交易大線蠻多天的 就送出了 Andrew Bennett 天地 接著再送出了 Rivera Gellager Meryfield 那在這次比交易當中呢 他們收下六位投手 我認為這六位投手當中呢 適合聊的就是這個 Max Castillo Bekway TJ Sigma 就先從這三年開始聊起 Castillo今年呢 已經登上了大聯盟 目前表現都還不錯 但他各球種呢都算是普通而已 數球是92到95麥 滑球跟變數球是他的拿手武器 不過雖然球種普通啊 但他的控球都是在中上的級 而且還挺耐投 這幾年在小聯盟都有投超過100局 如果順利的話呢 應該可以碰到五號輪 那再差的話呢 也可以丟去牛棚當長中級 Bekway則是從這個楊姬送來的 他現在23歲 但成績呢還是在高階EA 不過他擁有很好的三陣能力 這歸功於他有很好的滑球 我預期呢他應該今年底就可以升上2A了 TJSIGMA呢也是從楊姬送來的 他的層級是高階EA 他擁有很好的三陣率 也有很好的鳳球 可是問題就在於啊他今年就符合 對於楊姬目前呢事實的名單很滿的狀況下 將他送走呢也算是合理啦 而皇家在收下他之後啊 也將他升到了2A 但他目前是有點撞強的狀況 那稍微講完之後呢 我要來給皇家評分 我認為皇家值得一個B級啊 該做的都有做到 雖然換到的不是太頂級的球員 但衡量一下皇家能提供的籌碼 我覺得這樣應該算是差不多了 最後一對是老虎 老虎他們送出了Rabby Grossman和Michael Foreman 那這兩筆交易呢我覺得都算是合理 換到的新秀呢也都是普通等級的 甚至都排不到之前球隊的農場前30名 但我意外的是啊 為什麼底特律沒有交易他們的牛棚投手 像是Soto 不過後來想一想啊 畢竟老虎現在就是要慢慢收割農場 所以其實不用急著將飛到齊悅的投手送走 但今年的寂寞自由市場呢 就會是老虎的關鍵點 如果老虎沒辦法從自由市場撈回一些強力打者或是投手的話 他們現在留住牛棚投手這些事情呢 其實就沒有這個必要 那後來我去看老虎總管採訪呢 他是說因為市場上有太多的 破壹投手可以挑選 所以他們獲得的報價不符合預期 他們最後才這個沒有進行太多的交易 那就在我看完這篇新聞之後呢 這個總管也被開除了 最後我們一樣要來給老虎評價 我決定給他們C 那再來我統整了這個分區的交易評價呢 我認為這個分區的表現呢 並不是太好 我自己覺得OK的只有皇家跟雙城 那我甚至其他三隊呢 基本上也不是不好 就是他們根本就沒有在做事 尤其是守護者跟白瓦 以上就是我這集的內容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